天气太热 包包居然烧起来 一名英国女子到希腊度假 晒日光玉石闻到焦味 一看发现包包起火 凶手疑似就是包里的瓶装水 由于装满水的宝特瓶 有凸透镜效果 太阳光可以透过折射穿过水瓶 汇聚热能引火 只要阳光够强 周遭又有可燃物质 就可能会引发火苗 布置宝特瓶危险 现代人人手一致的智慧型手机 居然也会中暑 夏天独辣太阳下 手机若放在车内仪表板上 或用识别容易过热 电池膨胀还可能起火爆炸 但有小佩婆日本专家指出 把十元硬币放在手机背面 就能消除热能 因为日币的十块钱 是同质的有吸热作用 能快速冷却 另外夏天常用的迷你风扇 也得小心 挂在脖子上突然爆炸 这是因为电扇电池故障 专家提醒 若电扇不小心摔到地上 或是被家中宠物咬到 甚至掉进水里 都可能导致电池损坏 而且别看电扇小小只 爆炸起来威力相当惊人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记得综合报道